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被薛家寻回的那天,我刚从太子府里逃出来。 为了逃出来,我特意找了最下等的仆妇,要了身最破旧最不打眼的衣服来。 然而,我实在是没想到,我刚从太子府的围墙上翻下来,才跑没多久就迎面撞上了薛家的马车。 这一撞可就不得了,我直接给自己撞了对爹娘出来。 当时,薛府的大夫人就坐在马车上,她瞧见我那张和她年轻时有七分像的脸,当即红了眼圈。 而啊,娘终于找到你了。 说实话,当时我的心情就一个字,猛,非常猛。 可那自称是我娘亲的人哭得情真意切,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也不好意思打断她。 她问我,孩子,你受苦了? 告诉娘,这些日子你都住哪儿啊? 太子府。 太子想让我嫁给他,一直居着我在府里学规矩来着。 虽然他一直说学得差不多就行了,只要当着人的时候不出错就好了,背着人我还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我还是学烦了,逃出来了。 只是这是能说的吗? 我可不想就这样被送回去。 于是我寻思了一下,道,我之前一直跟着我师父四处游历,居无定所,这话可不是我乱说的。 我七岁那年,一直养我的母亲世世了,自那之后我就被一个女神医收养了。 她说我有天赋,肯吃苦,让我跟着她,拜她为师。 我拜了,可是前段时间,她忽然跟我说,我出师了,然后把我给扔了出来。 我只好一路游历,然后倒霉催地遇见了受了重伤的太子,给自己救出了一个冤家来。 当然,这些暂时都可以不提。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薛夫人哭得更大声了。 哭得我头疼。 她告诉我,我是她失散多年的女儿。 当年,她随着我父亲外出时,被人追杀,惊了态。 她没法子,只好在附近的一个破庙里就地生产。 可当时,在庙里生产的还有一个妇人。 那时事态紧急,众人都害怕被刺客追上,仆妇们慌乱之中,抱错了孩子。 等回了伯爵府,她才发觉这个被抱回来的孩子,手腕上并没有她记忆中的梨花胎记。 她这才知道报错了,奈何苦苦,寻了我十多年,一直寻不到我。 我想了想,便信了,只是对她说的她寻了我十多年,日日茶不思饭不想有些存疑。 毕竟,我是行医的,她这气色一看,就不是日日茶不思饭不想的模样。 可我还是欢欢喜喜地跟她回了伯爵府。 一来嘛,我现在确实没地方可去。 这二来,我也想知道有自己的亲生父母在身边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路上,薛夫人一直拉着我的手,让我叫她母亲。 她告诉我,我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在我上头还有两个哥哥。 说到这里,她顿了顿,又补了句, 男星,你本该是钟秦伯府的三小姐,只是婉宁毕竟在我们身边待了这么多年, 人人都知道她是钟秦伯府的三小姐。 她话还没说完,马车已经到了钟秦伯府。 才下马车,我就瞧见一个翘声声,娇滴滴的姑娘亲亲热热地走了过来, 挽住了薛夫人的手。 母亲,这位是,于是薛夫人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同她说了一遍。 然后,我就瞧见这个刚才还乐乐淘淘的小姑娘, 一瞬间小脸煞白,眼圈也红了。 她愣愣地看了看薛夫人又看了看我,双眼含泪。 原来,原来竟是这样,都是婉宁不好,是婉宁占了你的身份。 你等着,婉宁这就离,她说着说着,忽然不受控制地往后栽了下去。 看得我一呆。 婉宁,薛夫人急到,快,快叫大夫,不远处。 两个衣着光鲜的公子哥也跑了过来, 着急忙荒地查看薛婉宁的状况。 其中一个,还把我撞得亮呛了一下。 我承认,我的确慌了一瞬, 可当我的手摸上她的麦时, 我一下子明白了过来。 假晕,这套路我熟啊。 以前跟着我师父走南闯北的时候, 我也曾经给不少达官贵人,地主相身的爱妾们把过卖。 这样的套路啊。 我没见过八百,也见过一千了。 她没晕,放心吧,我的一个哥哥瞪了我一眼。 慕慕道,没晕什么没晕,婉宁都这样了, 你又是谁,还站在这里说风凉话, 我也不惯着她,走上前狠狠掐了下她的人中。 还是没醒,只是睫毛颤了颤。 我那便宜哥哥又瞪了过来, 你这又是做什么,要是婉宁出了什么岔子。 我,我乐了。 既然这样,我一把把她推开, 又从袖子里掏出了我特制的香香粉, 放在薛婉宁鼻子下面。 这下,她终于醒了。 被臭醒的。 她一瞬间表情扭曲,很快又缓过了神来, 柔柔弱弱道,母亲,哥哥,我我没事, 我只是骤然听闻这个消息,一时被吓到了, 哀伤过度缓不过神来, 这才让大家替我担心了。 薛夫人这才放下了心来, 拉着她的手好声宽慰了一通, 还向她保证, 即便是我回来了, 她在伯爵府的位置也不会变。 她依然会是伯爵府千娇万贵的三小姐。 而我,薛夫人说, 她会对外宣称, 我是府里的四小姐。 我原本叫南兴, 没有兴, 她就给我加了个薛兴, 称薛南兴, 对外只说我和薛婉宁, 是双胞胎, 但是因为身子不好, 一直养在乡下的庄子上。 对此, 我其实也没什么意见, 至于什么三小姐四小姐的。 我也不在意, 过了会儿, 薛婉宁拉着我的手要带我参观伯爵府, 她带着我走进了一个院子。 妹妹, 你瞧, 你就是你的房间了, 是不是很漂亮? 我好奇地看了看, 是还可以, 虽然比起我在太子府和镇北王府时住的房间差远了, 可是我毕竟是个游医, 什么破庙啊, 茅草屋啊, 都睡过, 能屈能伸不是。 于是我点了点头, 然后就听见薛婉宁身边的丫鬟小声吃笑了下, 果然是乡下来的, 还什么小姐呢? 瞧瞧这幅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惊了, 这里的丫鬟都能随便议论主子的吗? 我赶紧看向薛婉宁, 然后发现她的耳朵好像不太好, 她像是什么也没听到的样子, 继续道, 原本我该将我住的院子让出来给你的, 可是母亲说了, 我身子不好, 不宜挪动, 那院子阳光又好, 有利于我修养身体, 这才我呕了声, 眨了眨眼, 真诚发问, 可是我摸你脉相还挺稳的呀, 还有你这婢女, 该好好管管了。 她刚才还说我没见过世面呢, 薛婉宁的脸僵了。 她假意呵斥了那丫鬟几句, 又对着我浅浅服了一礼, 向我道歉。 你就是这样管教丫鬟的, 让妹妹见笑了, 是我管教不周, 只是秀琴她到底陪了我这么多年, 我也不好。 我看着她这条叫丫鬟的手段重重摇头, 这不行啊, 算了, 还是我来替你教吧, 说吧, 我就差人按住了连儿, 打了她几个手把, 这还是我在太子府里学的, 不过我自认为我已经算是很仁慈了, 毕竟在太子府里, 这样的丫鬟是要被按在地上用刑杖打的, 不管你和她有多少情分, 可她都是你的丫鬟, 丫鬟妄议主子, 那是大错。 你解决的是小事, 饶了她, 日后她就会犯下更大的事, 明白了吗? 我苦口婆心。 薛婉宁的脸却更僵了, 她善善冲我点了点头, 我原以为这事就算是这么过去了, 可到了晚上, 大家一起用晚膳时, 她却红着个眼圈, 委委屈屈地出来了, 被人问起时, 也只是委委屈屈地抹了把泪, 郁郁还休。 没什么, 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有管教好婢女, 冲撞了妹妹, 这才劳累妹妹替我管教, 我只是心疼秀琴, 半天过去了, 她的手还肿着呢, 学夫人文言, 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我那两个便宜哥哥, 更是对我怒目而逝。 男星, 你怎么能, 可我也没做什么呀, 是那丫鬟先说, 我没见过世面的, 其实我也不想告状的, 我总觉得这手段过于幼稚, 可她都对到我面前来了, 只是, 我没想到, 我那第一次见面的便宜爹爹, 钟秦博, 薛衡, 当即就训斥了我, 好了, 都吵什么吵, 即便婉宁身边的下人有错, 可你看看你, 她皱着眉, 从头到尾审视了我一遍, 你这样的行径, 哪像个大家闺秀, 你没事多和婉宁学学, 婉宁的容貌, 才情在所有的京城贵女当中, 那也是出挑的, 你多和她学学, 少把外头那些上不得台面的阴丝手段带到家里来, 罢了, 她叹了口气, 还有几日便是婉宁的吉吉礼了, 你既被寻了回来, 吉吉礼便与婉宁一同办了吧, 这些日子, 你就好好待在家里学学礼数, 别到时候丢了我们伯府的脸, 我大为震惊, 但念着她是长辈, 还是没说什么, 有空听她说话, 倒不如多吃两口菜, 即吉礼那天, 薛夫人在前头接待宾客, 让我跟着薛婉宁一起, 见见京城里的贵女们, 临走前, 薛夫人还拉着我们俩的手, 叮嘱我们一定要好好相处, 说我们是姐妹,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我和薛婉宁都硬了, 然而我们刚刚走到七云轩, 就听到一道娇柔的女声, 婉宁, 这就是你同我说的那个从小被养在乡下的妹妹, 瞧她那长相, 看着就惹人闲, 居然还敢欺负你, 薛婉宁柔柔地拉了拉她的手, 好了好了, 别说了, 怎么说她也是我妹妹, 我笑咪咪地看着她们, 我什么时候欺负她了, 你还有脸问, 婉宁是你姐姐, 可是你呢? 刚来第一天就把你姐姐给气哭了, 还打了你姐姐身边的婢女, 怎么, 下次你是不是还想连你姐姐一起打, 其他人也一起围了上来, 七嘴八舌的, 看着我的眼神, 就像在看山里的猴子, 天哪, 还有这种事, 果然是被养在乡下的, 一点礼数也不懂, 其中一人更是夸张地拿着帕子掩了, 掩了口鼻, 我就说呢, 怎么我刚刚总觉得这屋子里的胃不对, 原来啊, 我听人说, 乡下人身上都有骨味, 有些人好几年也洗不得一个澡的, 怪不得这样熏人呢,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笑作一团, 也跟着笑, 是吧, 我也是第一次来京城, 第一次知道这京城里的礼数, 原来是这样的, 来别人家做客, 在别人主家的地盘上, 大骂人家主家, 确实还挺有礼数的哈, 还有你, 我一把按住了刚才那个掩着口鼻的女子, 她瞪大了眼, 想往后退, 却又挣脱不了, 你做什么, 不做什么, 我把手凑近她的脸, 真诚开口, 我就是觉得你嗅觉不太好, 你再闻闻, 臭不臭啊, 说吧, 又学着她方才的模样, 夸张地打了个喷嚏, 阿蒂, 哪来的胃啊? 哦, 原来是你身上的香粉, 京城的香粉好是好, 只是, 你这脸上的粉该有十斤了吧, 可惜了, 就这样还是没遮住脸上的刺儿, 你, 他气急, 还欲反唇相激, 就在这时, 外头传来一声惊呼, 晚宁, 太子殿下来参加你的集机礼了, 什么? 太子, 满师的氛围顿时一变, 刚才还围在我身边 嘲讽我的贵女们, 一下子躁动起来, 出门张望, 还有几个, 围在薛婉宁身边, 恭维着, 婉宁, 这么多年了,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太子参加谁的集机礼的, 就是就是, 前些日子唐国公的女儿, 舒云郡主集机, 也没见太子亲自过去, 你说, 会不会是, 好了好了, 别说了, 有人提议, 一起去清阴亭见见太子, 薛婉宁扭捏了下, 满脸的娇羞, 最终还是硬了, 不仅硬了, 还带了自己最宝贝的那把古琴, 刚才那个急匆匆替薛婉宁出头的姑娘, 更是对着我昂了昂下巴, 趾高气昂, 你这些年一直被养在乡下, 怕是连太子的名号都没听说过吧, 我甘笑了两声, 确实没听说过, 半年前, 她还硬要拉着我的手, 叫我姐姐呢, 那时候我在山里捡到了她, 她受了伤, 身上被戳了好几个窟窿眼, 还撞到了头, 失忆了, 以为自己才十二岁, 天天拉着我的手叫我姐姐, 还要轻轻要抱抱的, 那时候她多可爱啊, 我想对她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她身上是要她也不带反抗的, 结果我一给她治好了, 她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虽然还是常常红着脸看着我吧, 可是她再也不叫我姐姐了, 还说什么要带我回京, 要娶我, 还让我学规矩, 前些天, 她外出受了点小伤, 我担心她呀, 当天晚上, 她一回来, 我就去了她房间里, 想帮她把把脉, 检查一下伤口, 结果她一下子把我推开了, 可明明之前我也经常这样对她呀, 明明之前, 她说她最喜欢我天真烂漫, 可是那天夜里, 她居然红着脸指责我, 说我不懂礼数, 孤男寡女, 不成体统, 我, 我当即就不伺候了, 这不是逃了出来, 我默默叹了口气, 她太烦人了, 真的, 去青阴亭的路上, 薛婉宁和一众贵女都兴高采烈, 反观我, 低着个头, 眉睛打彩, 走到一半, 我借口肚子疼, 溜去了园子里, 开玩笑, 我才不想见她呢, 然而,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我刚在园子里坐了没多久, 就遇见了顾家的二公子顾君浩, 顾君浩就是薛婉宁的未婚夫, 其实本来该是我的, 薛家和顾家是世交, 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 我和顾君浩的婚约就已经定下了, 不过嘛, 这不是杀出了个薛婉宁吗? 也还好杀出了个薛婉宁, 顾君浩这人, 我实在是不喜欢, 我刚回到伯爵府的第二天, 顾夫人就带着顾君浩一同上门拜访, 以顾家和薛家的关系, 真假千金的事情自然瞒不过顾家, 只是也不知薛婉宁是脑子抽了还是怎么的, 竟然主动提起了我和顾君浩的婚事, 还哭哭啼啼地表示, 要把顾君浩让给我, 结果,顾君浩一看见他梨花带雨的模样, 便对我竖起了眉头, 他微昂着下巴, 双眼瞬间变成了一个扇形统计图, 含着三分绩效, 三分凉薄, 四分怒意, 薛南兴, 我心心念念的只挽宁一人, 即便你才是薛家嫡出的小姐, 可我与婉宁的婚事绝不会更改, 你莫要纠缠, 我一瞬间呆住了, 哪来的公子哥, 如此普通又如此自信, 还莫要纠缠, 我根本看不上他好吗? 回忆起往事, 我的脸抽抽了一下, 我下意识低下头去, 顾君浩显然瞧见我了, 他瞬间皱起了眉, 怎么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别过头去懒得理他, 可他还来劲了, 他定定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冷笑一声, 哼, 薛南兴, 我劝你别白费心机了, 没用的, 他又道, 婉宁呢? 你把婉宁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终于明白过来了, 所以, 现在的情况是, 他和薛婉宁约好了在这里见面, 结果太子一来, 薛婉宁就巴巴地跑到太子面前去了, 把他给抛到了脑后, 我眨了眨眼, 顾军昊还在质问我, 那个, 如果你想找薛婉宁的话, 可以去清音亭瞧瞧, 他大概在那儿对着太子献殷勤呢, 怎么, 你不信? 我带你去看看, 我和顾军昊去了清音亭, 快到了的时候, 我示意顾军昊继续往前走, 自己则以身子不舒服为理由溜了, 然后一个人躲在了不远处的花坛后头看热闹, 亭子里那是真热闹啊, 顾军昊走到亭子前时, 薛婉宁正在抚琴, 说是抚琴吧, 可他抚着抚着, 又不忘抬头看太子容续一眼, 面上的神情怎么说呢, 那叫一个含羞待怯, 花束堆雪, 活脱脱一副少女怀春的情态, 我看了都替顾军昊衙疼, 可薛婉宁偏偏不知, 异曲终了, 他娇滴滴道, 听闻太子殿下善秦义, 不知臣女可有这个荣幸能请殿下指点一番, 我乐了, 薛婉宁的秦义在这京城里也算是一绝了, 可容续听了, 也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 道了句尚可, 他又问, 你四妹妹呢? 听闻薛大人近日把薛家的四小姐接了回来, 他人现在又在何处? 他呀, 人群里不知是谁嘀咕了声, 提他做什么? 一个乡下来的小丫头骗子罢了, 薛婉宁强自笑了笑, 臣女不知, 臣女原本想带着妹妹来向殿下您请安的, 只是臣女妹妹先前一直被养在乡野, 恐里数不周, 冲撞了殿下, 这才容续地脸沉了下来, 人人都到薛三小姐之书打理, 可我竟不知薛三小姐平日里 就是这样说自己妹妹的, 我乐了, 但也不敢接着看戏, 连忙挪了挪身子, 准备要溜, 可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瞧见亭子角落里, 一个瘦瘦小小的姑娘 突然捂着心口倒了下去, 我来不及多想, 下意识冲了出去, 小姐, 大夫, 快叫大夫, 亭子里乱作一团, 她的几个婢女, 手忙脚乱地翻着要, 周边的人也围了上来, 把那姑娘的四周围了个严严实实, 我只看了一眼, 就大概明白了情况, 连忙让围在周围的人散开, 快, 扶着你们小姐躺下, 周围的人都散开, 给她新鲜的空气, 没有人听我的, 一片乱象中, 不知道是谁推了我一把, 你在这里吵吵什么呀, 你知道什么呀, 还让人退下, 我看你自己才该退下吧, 接着传来的是薛婉宁的声音, 是啊, 妹妹, 你还是先退下吧, 大夫马上就来了, 你就别在这里添乱了, 我根本没心思理她, 自顾自蹲下身, 从袖子里掏出一套银针来, 都按她说的做, 容序的声音响起, 周围的人这才退开了, 我开始失真, 等大夫过来的时候, 那位姑娘已经醒了, 她身旁的婢女们都松了口气, 冲我行了个大礼, 多谢小姐救了我们家郡主, 我这才反映过来这姑娘是谁, 唐国公的独女, 圣上钦封的书云郡主, 书云郡主面色还有些白, 她向我道谢, 我连忙摆白手, 让人带着她下去休息, 这时薛婉宁带着大夫走上前, 妹妹, 还是让大夫再给郡主诊治一番吧, 你虽救了郡主, 可你毕竟年纪上小, 医术佑, 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岔子, 郡主身子金贵, 还是让大夫再诊治一番吧, 不用诊治了, 不用诊治了, 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一道是书云郡主的, 不用诊治了, 薛四小姐胜手, 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薛四小姐这几针下来, 倒是比我国公府里的大夫 还要管用得多, 另一道是太子荣旭的, 不用诊治了, 薛四小姐师从神医济世, 这世上能出其佑者, 怕是寥寥无几, 众人哗然, 荣旭又接着补充道, 姑半年前奉旨去冀州萍水患, 途中遇到刺客, 身负重伤, 幸得南星相救, 姑此次前来, 便是特意来向薛四小姐道谢的道谢, 呵呵, 他说的义正词言, 一副风光济月的谦谦公子做派, 却在旁人看不见的地方, 对我弯了弯唇脚, 他说, 南星,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在场的众人脸色各异, 但大多都不太好看, 之前出言嘲讽过我的几个姑娘, 更是面色善善, 还有薛婉宁, 他脸上的笑再也挂不住了, 手里的帕子更是几乎要钻成一团, 看得我忍不住一乐, 其实, 方才荣旭开口为我说话的时候, 顾君浩就已经到了亭子里, 他一把拽住了薛婉宁的袖子, 把他拉到了自己身边来, 面色几乎沉得要滴出水来, 可薛婉宁却依旧未觉, 脸上的神情那叫一个精彩分成, 他依旧紧紧地盯着容婿, 强笑道, 我竟不知小妹与殿下竟有如渊源, 可惜荣旭根本懒得搭理他, 连婴也懒得婴一生, 只拿着双眼静静地看着我, 刚才还气场十足的人, 一下子放软了声音, 他在袖子底下悄悄勾了勾我的手, 小声道, 看什么呢, 我只顾着傻乐, 眼神一个劲地往薛婉宁那边飘, 然后就听见他问, 他好看还是我好看, 什么, 我猛了一下, 等反应过来又觉得有些无语, 小声嘀咕, 你这人, 怎么这么小气罢了的, 他不一, 继续问, 我没法子了, 只好敷衍地点了点头, 答道, 你你你, 你最好看, 天底下你最好看, 行了吧, 那你以后多看看我, 不准看别人, 我硬了, 他这才满意了, 把我带出了亭子, 又磨磨蹭蹭地从袖子里掏出个匣子来, 匣子里装着枝和田玉的发簪, 雕的是我最喜欢的慕芙蓉, 样式精巧, 栩栩如生, 他递给我的时候, 我眼尖地瞧见了他手上的还没愈合的伤口, 你的手怎么了, 他不回答, 只定定地看着我, 问, 喜欢吗, 你的急, 激励, 难兴, 那天夜里是我不好, 我不该说, 你不懂礼术, 不成体统, 我知道你是这世上最天真最无邪, 心地最善良的姑娘, 我只是, 我只是, 我只是心乱了, 他说着, 耳尖红了红, 又把那发簪别在了我发间, 以后你每一年的生辰, 我都陪着你过, 好不好, 他静静地看着我的眼睛, 一双眸子水润润的, 像晶莹剔透的琉璃, 里头只倒映着我一个人, 不知怎地, 我忽然觉得有些心慌, 可我明明没有生病啊, 我有些迷茫地按了按心口的位置, 眼神闪躲, 谁, 谁要你陪着我过了, 然后一溜烟地跑开了, 等我回到前厅, 我是神医济世的传人, 且先后救了太子和书云郡主的消息, 已经传开了, 原本, 我只是薛婉宁身边的绿叶, 可现在, 我一下子成了这场极机里的主角, 我那便宜跌跌也对我缓和了神色, 别人夸起他娇女友方时, 他也是满面红光, 连连白首, 仿佛他真的对我的成长做了多大贡献一样, 看得我在心里直翻白眼, 就连顾夫人对我的态度也都未知一变, 他亲亲热热地牵起我的手, 把我大赞了翻, 又从手腕上取下个镯子要送给我, 吓得我连连拒绝, 薛婉宁站在一旁, 气得脸都清了, 只好咬咬牙, 又去缠着顾军号了, 只可惜, 自从顾军号瞧见了亭子里的那一幕后, 便开始对他没个好脸色了, 现在他想要把他给哄回来, 怕也是要费上好大一番功夫了, 再过几日便是宫宴, 宴宴的前一天晚上, 薛婉宁来找我, 他一改往常的态度, 亲亲热热地挽住了我的手, 打听我与荣旭的事情, 说到最后, 他又壮丝无意地问了句, 妹妹, 你与太子殿下, 我看太子殿下对妹妹的态度似乎有些不同呢, 我看着他攥紧了帕子的手, 笑眯眯地拖长了声音, 这个嘛, 这个呀, 你有什么事直接去问他呗, 来问我干啥, 我和他不熟, 真的, 不过你有空关心这个, 倒不如好好关心下顾二公子, 我看前些日子, 他的面色似乎不太好, 这些天他好像也没来找你, 你们吵架了, 薛婉宁倾着脸走了, 第二日, 宫宴, 宫宴上, 薛婉宁对我依旧十分热情, 他亲亲热热地挨着我坐下, 又亲手给我倒了杯酒, 酒是好酒, 只可惜, 被下了药, 我端着这杯子, 整个人都惊呆了, 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他蠢还是什么, 都已经知道我失从神医济世了, 还敢给我下药, 不过这药确实是好药, 这药叫回光, 是一味风药, 无色无味, 只是下进酒里, 与酒水接触, 会使这酒袋上一点点的果香, 这药产自西域, 寻常人很少有知道的, 若不是我之前就见过, 可能还真就发现不了了, 于是我呵呵笑了两声, 借口酒量不佳, 怕空腹喝了酒发酒疯, 想先垫点吃的再喝, 然后趁着薛婉宁不注意, 把我的酒和他的酒对掉了,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要做什么要, 此次公宴, 一来是为了向圣上贺寿, 二来也是为了替皇子王爷们选妃, 按照往年的公宴流程, 在公宴快结束的时候, 会给出机会让各家的小姐们一展所长, 原本嘛, 能够在公宴上现役的, 那都得是各家小姐们精心准备过的, 可是这一次, 我竟然在理官口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现得还是我最不拿手的肖, 还未等我说话, 薛婉宁已经站了出来, 十分体贴地冲我笑了笑, 妹妹莫不是觉得只有肖声太过单调, 不如我父亲与妹妹相和如何, 我似笑非笑地看了她一眼, 早在我刚进府的时候, 薛婉宁就打探过我会些什么, 不会什么, 我当时就觉得她不怀好意, 自然也就没有说实话, 可实际上, 除了医术以外, 我最擅长的就是肖了, 薛婉宁的琴声虽为精忠一绝, 可比起我的肖来, 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的, 圣上也来了兴致, 薛家四姑娘还会肖, 我笑着应了声, 琴枭相和, 四座皆经, 相比于我的稳定发挥, 薛婉宁却频频出错, 才谈了没几个音, 便划断了琴弦, 她连忙跪下认错, 然而, 那药已经起笑了, 还请圣上恕罪, 臣女臣女, 她的脸颊泛起了驼红, 眼神也开始变得朦胧, 好热呀, 她说着, 不管不顾地扯松了自己的衣领, 又站起身来, 跌跌撞撞地朝荣续走去, 殿下, 您还记得吗? 婉宁十二岁那年出府游晚, 曾被马车冲撞, 是您路过, 就下了婉宁, 自此后, 婉宁就对您, 可是您为什么, 您为什么要喜欢那个贱人? 我那便宜父母一惊, 立马起身告罪, 又对着薛婉宁喝道, 婉宁, 你这是做什么? 还不快退下, 可她却恍若未闻, 反而拽住了荣续的衣袖, 眼里水雾朦胧, 把人拉下去, 荣续一把把她挥开, 她跌坐在地上, 又瞧见了她腰间坠着的 咸尾盘龙玉佩, 这玉佩是先皇后在世时 送给荣续的, 两个位移队, 一个坠在荣续这里, 另一个她送给了我。 薛婉宁瞧见这玉佩后, 就像风了一样, 她猛地冲上前, 一把拽下了她腰间的玉佩, 狠狠摔在了地上。 她这举动十分突然, 我也没想到她竟会 做出这样的事来。 我本来想拦的, 却也没能来得及, 只听得咔嚓一声, 玉佩碎成了两半, 荣续的脸彻底黑了。 我再也看不下去, 掏出了随身的银针。 薛婉宁清醒过来时, 我那便宜父母和我那两个哥哥 都跪在地上为她请罪。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着一起跪了下去。 毕竟玉前失疑, 损坏玉次之物都是重罪。 我虽然讨厌她, 可也不想她死。 可我实在是没想到, 薛婉宁清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事情 都推到我的头上。 怎么会这样? 不是的, 不该是我的。 她像是被吓坏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 又连滚带爬地爬到我那便宜父母身边, 指着我道, 请陛下赎罪。 臣女, 臣女不是有意的, 臣女是吃错了东西, 是有人要害臣女, 是她, 是臣女的妹妹在臣女的酒水里加了东西。 是她故意要害臣女的, 四下哗然。 我皱起眉来, 正要开口, 我那便宜爹爹已经跪了下去。 陛下, 婉宁自小端庄贤淑, 获达之礼, 一定是释出有阴才, 还请陛下明鉴。 饶了小女这一回, 薛夫人也拽住了我的袖子, 把头埋得滴滴的。 婉宁, 你就认了吧, 你曾救过太子性命, 你要是认了, 陛下和太子定然不会责怪于你, 可你若是不认, 你姐姐他救, 我瞪大了眼, 实在不敢相信他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圣上的声音悠悠传来, 哦, 可有此事, 我跪在地上, 挺直了几倍, 一字一顿, 臣女没有, 还请陛下明鉴, 你, 薛夫人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手一个劲而递拽我。 妹妹, 你怎么能, 薛婉宁还欲再说, 我低头看了她一眼, 低声警告道, 薛婉宁, 今天的事情, 你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若是再敢多说一个字, 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捅出来, 到时候, 你怕是还要背上一个心思狠毒, 迫害手足的罪名了, 薛婉宁不敢吭声了, 可我最终还是为她求了情, 不为别的, 就为了她是我养母的亲生女儿。 我养母养了我七年, 虽然日子贫苦, 但她一直对我很好, 这恩情, 我是该还的。 太子和圣上见我为薛婉宁求情, 也决定大事化小。 纸差人把薛婉宁带下去, 打了五十个手板子以示惩戒, 又让我那便宜爹爹把她带回去, 严加教导, 并勒令她这三个月都不准出府, 须得日日抄一卷佛经来, 供给先皇后以示忏悔。 薛婉宁和我那便宜父母都跪在地上, 千恩万谢, 好好的一场公宴, 就这样被闹了个鸡犬不宁。 回去的马车上, 薛婉宁依旧委委屈屈地哭个不停。 我那便宜爹爹明显有火, 可她看了看薛婉宁被包成了粽子的手, 还是忍了下来, 把怒气撒在了我的身上。 义女, 你看看你今天做的这叫什么事? 我早就说过了, 你和婉宁都是我们薛家的孩子, 一容俱容一损俱损, 你们该相互扶持才对, 可你呢? 一天天地竟想着找你姐姐的麻烦, 今天又你难不成真想逼死你姐姐吗? 她扬起手对着我就是一个巴掌。 我偏头躲了过去, 质问道, 我做什么了? 今天的事明明就是她自食恶果, 是她先给我下药的, 我只是把两杯酒调换了一下罢了, 你还敢狡辩? 婉宁在我膝下十余仔, 她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吗? 你还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可是你父亲, 父亲又怎么了? 你说你是我父亲, 可你哪怕尽过一点点父亲的责任吗? 你既然这样不喜欢我, 认为我无论说什么, 做什么都是错的。 那你这个父亲, 我不认也罢, 薛夫人连忙打圆场, 男星, 你瞧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你是我们的女儿啊, 我避开她的手, 最后行了一礼, 从今以后便不是了。 薛夫人, 薛大人, 你们既然喜欢薛婉宁, 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好了, 今日宫宴上, 我替她求情, 也算失了了我们的妇女情分, 我说爸, 从马车上跳了下去, 薛夫人还要追, 被薛恒拦住了, 让她走, 还真以为自己学了点本事, 攀上了太子就了不起了, 还敢威胁我, 我告你, 就算太子真对你有情, 可太子也不可能 娶一个没身份, 没背景的平民女子为妻, 你今日就算是走了, 日后还是得哭着回来, 求我, 我走了。 我在关道上走了没多久, 就遇上了镇北王秦燕的马车, 镇北王夫人从马车里下来, 牵住我的手把我拉进了马车里, 男星,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薛家的人呢, 我摇了摇头, 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 同他们说了一遍, 镇北王夫人的眉头 顿时就竖起来了, 夫人, 你也觉得是我错了吗? 错什么错? 我们男星怎么会有错? 他摸了摸我的头, 道, 是他们有眼无珠, 不配为人父母, 让我们男星受委屈了, 他把我带回了家, 差人收拾了间卧房出来。 又亲手做了道昭鸡鲍鱼展, 送到我房里来, 烛光下, 他神情温柔。 我还记得你最喜欢吃这个, 特意坐了过来, 尝尝看, 好不好吃, 不知怎地, 我忽然有些鼻酸。 我在钟晴伯府待了半个多月, 我那血缘上的父母 从来都不知道 我喜欢吃什么, 讨厌吃什么。 他们只记得薛婉宁的, 好孩子, 不难过了呀, 好好睡一觉, 等睡醒了, 就什么都好了, 他又摸了摸我的头, 看着我把那碗鲍鱼展 吃了个一干二净后, 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又拉着我说了 好一会子的话。 临走前, 他牵着我的手, 道, 男星, 要不你留下来 给我做女儿吧? 正巧, 我生了三个臭崽子, 没有一个闺女, 以后啊, 你就当我女儿吧。 我和镇北王一家的缘分 要从三年前说起。 三年前, 我跟着师父途径赛北, 意外就下了 受了伤的镇北王夫人。 镇北王夫人一直很喜欢我, 说我和她有缘, 她一见了我呀, 就心生欢喜。 那时候, 她就想要说我为义女了, 只是那时我跟在师父身边, 还有事在身, 便拒绝了她。 而这一次, 我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 再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半个月后, 镇北王和夫人一同 给我办了长任亲宴。 镇北王秦宴是整个大渊 唯一一个异性王, 手握重拳又深得圣上爱重。 任亲宴自然也办得十分高调, 腰变了全京城的达官贵咒。 而这段时间, 我那血缘上父亲还坐在府里, 等着我哭着上门求他原谅呢。 直到任亲宴开始, 他们才知道不可能了。 他们找到我时, 我正和我的新母亲一起送走了一波客人。 薛夫人看见我, 眼泪汪汪地上前, 想要握住我的手。 南星, 我的女儿, 我脸了笑意, 后退了一步, 薛夫人这是说的哪里话? 薛夫人的女儿, 不就在府里吗? 南星, 你不认我了吗? 我的女母亲啊, 镇北王夫人也笑道, 薛夫人这是做什么? 南星明明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啊。 你们, 薛衡皱着眉道, 王妃, 这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镇北王夫人笑意不减。 十多年前, 我的女儿不幸走失, 前些日子, 我见到南星, 就觉得十分熟悉, 的确认亲后, 竟发现南星, 就是我走失多年的亲生女儿, 薛夫人, 对于这一幕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可南星分明就是我的女儿, 她与我生的那样像, 你的女儿。 族谱上可有记载, 这, 薛夫人说不出话了。 没有对吧? 可南星的名字, 却已记入了秦家的族谱。 再者, 先前, 薛夫人说南星与薛夫人的女儿薛婉宁, 是双生子。 可我怎么记得, 当年, 薛夫人只生了一个孩子呢? 其实, 先前宫宴上, 我就有所怀疑, 若南星真的是你们的女儿, 你们又怎么会这样对她呢? 果然, 她歇了笑意, 面色也沉了下来, 你们这是欺负我的女儿啊。 来人, 送客, 她说吧, 把钟秦伯一家赶了出去。 任亲宴结束后不久, 容续来找我, 我把所有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她。 她听了后面色沉沉, 真是太过分了。 钟秦伯敬如此不分是非曲直, 只怕为官任人也是为亲不为闲。 我眨了眨眼, 为我在未来的天子面前小小地吹了点枕头风, 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一点也不感到愧疚呢。 她又问起薛婉宁, 那薛婉宁呢? 她如此害你, 你就这样放过她。 需不需要我替你, 我摇了摇头。 算了, 无论如何, 她也是我养母的女儿。 再说了, 她现在已经够惨了, 自从宫宴上的事情被传了出去后, 薛婉宁的名声就彻底毁了。 原来, 人们提起薛婉宁, 都要再一声端庄贤淑, 直书达理。 可是现在, 再提起她, 人们只会摇摇头, 探上一句不知礼数, 不懂检点。 不仅顾君浩和她退了亲, 少了我以后, 薛衡因为诸事不顺, 也开始把气撒在了她头上。 听说, 她因为承受不住打击, 已经开始变得有些疯疯癫癫了。 我叹了声, 这大概就是自作孽, 不可活吧。 荣旭也点了点头, 又悄悄勾了勾我的手指, 问, 男星, 你既已急急, 我是不是可以请父皇下旨, 为我们赐婚了? 这个吗? 我弯了弯唇角, 我和我母亲都还没同意呢, 还得再看看你的表现咯。 我和荣旭成亲的那天, 是个极好的日子。 这一日, 一向最为爱美的镇北王夫人哭花了妆, 镇北王也微微红了眼眶。 她喝了荣旭端过来的茶, 嘴里说着叮嘱的话, 说着说着又顿住,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最后干脆撑了她一眼, 道,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我们家男星, 不然, 她话还没说话, 荣旭已经恭恭敬敬行了个礼, 保证道, 岳母大人放心, 小旭一定做到。 小旭向你们保证, 这辈子, 小旭都只会有男星一个人, 绝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 这一下, 别说是我的父亲母亲, 连我都惊呆了。 她扶着我出门时, 我悄悄拽了拽她的袖子, 低声问, 你刚才说这辈子只会有我一个人, 是认真的, 自然, 可你是未来的天子啊, 天子又怎么了, 谁说在后宫和前朝一定要联系在一起, 谁说政治清廷一定要靠一群女人维系, 男星。 自你从雪地里把我救起来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我的心里再不可能装下旁的人了, 她说得认真, 谋中成着的全是蛰伏已久的爱意。 我的心也跟着一跳, 不自觉要沉溺其中, 这可是你说的君子之诺, 这一日春日晴好, 风也温柔, 他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来日之路啊, 会更灿烂的。